除了花蓮市农会的自强生鲜超市重新开张之外 南区的富里乡农会也重新整建了罗山展寿中心 也在12号隆重的开幕了 结合林务局动植物生态的李山倡议理念 让展场不论是动线展区都可以看出来创意的设计 再搭配场外的大新兴特色花海地景艺术 成为了台九县重古段最亮眼的公路休憩区 拜完了土地公 富里乡农会罗山展寿中心也在良辰及时隆重的重新开幕 展场内动线规划展区跪驾充满设计感 整个场域更多了创新与李山倡议的理念氛围 让老富里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感觉到农会越来越进步 经过这次张处法总干事的领导之下 有变得生意越来越好 门市的布置也越来越漂亮 蛮舒适的 富里老农盛战农会的创新与改变 带动富里项的发展 而在展寿中心工作服务长达20年的李店长则开心地说 明亮舒适的工作空间提振士气 更提供游客民众更安全的购物环境 变明亮了 而且空间整个舒适感都提高了 然后客人买起东西来也觉得特别开心 开立20多年的罗山展寿中心 从最初的米厂卖米及公厕设施的服务 现在在农委会的支持协助下 今年度重新整修改善 中干事张苏华在推广展售在地稻米等农特产品 也结合李山创意的精神与理念创意 发想设计 随着整个展场 服食届是亮点服务在升级 很多的游览车 还有包括我们的过路客 都一定会到我们复里来这里走走 看看来这里休息 所以我们整修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说 提供我们更多的消费者 有一个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还有好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动线 还有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复里农会的农产品展售中心 除了贩售我们复里最好的产品之外 还有包括我们小农的产品 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集结了 我们全国各地农会最精选的农产品 大概我们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复里江农会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 今天农总开幕 展示展售在地农特产及全国各地农产精品 呈现在地里山生态产业的三点头咖啡馆 以及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的六十弹茶公车艺术狼道 串联场外大献献特色花海地景艺术田园景观 总监市张树华有信心 让新开幕的罗山展售中心 成为台九县花通纵骨段最亮眼的公路休憩站 记者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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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